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表一篇声明 是27名全球 著名病毒学家 联署的声明 称病毒来源于实验室 它是一个阴谋论 但是呢 时至今日 应该说是30年合同 30年合悉 整一个世界大事就变了 那么在当时签署的 这份联署声明的科学大当中 有三名科学家 表示反悔 那么相信随着真相的进一步披露 表示反悔的科学家会进一步增加 这其中最著名的 就是有一位叫做达斯扎克 这个美国的一名病毒学家 他呢也是世界卫生组织 参与来到中国的调查组当中 调查病毒起源的那个组长 也正是在他的牵头之下呢 这个调查组在毫无实质证据的情况下 就得出了病毒非人造的结论 这些呢都是我们 就是耳熟能详的一些故事 今天呢我们主要是想 来思考一下 这场 就是我们能够从这场 反转事件 这场科学界丑闻当中 能够学到一点什么东西 我为什么称之为这次事件是一个丑闻呢 因为很简单 因为这次事件啊 他违背了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 作为一个科学家 最基本的实事求是 用证据说话的 叫一种最基本最基本的职业操守 试问啊 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 在毫无就是毫无证据的情况下 毫无深入研究的情况下 为什么这27名科学家 可以就是违背自己的学术操守 违背自己的做学问的底线 就直接去搞这么一个联名的声明呢 他们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这个职业 到底到底何在 那么从这个当中 我们看到当时有一位叫做 他是来自美国纽约西奈山医院的 这样一位病毒学家 他名字叫帕莱斯 他回想就是当年 他为什么要签署这篇报道的时候 他是讲到就是说 当时呢 他们是觉得 叫做阴谋论只会制造恐惧 谣言和偏见 危急正在抗击病毒方面的全球合作 也正是他们大部分人 相信大部分的这些学者 都是出于这种考虑 那么选择了进行联署 尽管他们自己对于这个病毒的真相 丝毫不知的情况下 他们愿意出卖自己的学术操守 愿意出卖自己的这个学术的可信度 而去做这样一个联署 那么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很简单 就是说政治正确 操控 科学界 这个也是我一直一直在那边 呼吁在提到 包括我在 就是 很多个场合 有进行过一些公开的演讲 其中就是讲到 政治一旦控制了这个科学的话 那么这种行为本身就会阻碍 科学的正常的进程 科学 科学 它其实并不是一种宗教化的东西 它其实是一个工具型的东西 非常的 实事求是 它有自己内在的一套逻辑 它自己内在的一套逻辑 就是用证据说话 对吧 而且不放过任何的线索 不放过任何的矛盾 不放过任何的令人值得怀疑的 这种线索 而一旦发现这些值得怀疑的线索 要做的是抓住这个线索 设计实验 进行调查 收集数据 把它挖掘下去 而不是选择性的忽略一些东西 选择性的又接纳一些东西 这个其实是大部分科研工作者 其实做的都是不够的 是吧 我们自己在做一些实验的时候 其实背后就是有一个人性的 当中的阴暗的这么一个推动力 就是说看到一个不好的数据 你总是心里要想想 哎呀 这个数据我到底要不要采纳 而且你总是会想方设法的去寻找 这些错误的数据背后的原因 想要把它合理化到一个符合你之前预设的一个立场上 这个其实恰恰是科学界最为 其实应该最为警惕的一样东西 那么就好像是这一次 这27名科学家 在一开始就已经被深深植入了一个预设的立场 就是阴谋论只会制造恐惧 谣言和偏见 这句话确实是政治正确 并且没有任何问题 阴谋论确实只会制造恐惧 谣言和偏见 但是阴谋论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有谁能说它是阴谋论 病毒起源问题 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东西 而且病毒起源问题也不是 就是像有一些自媒体人所说的那样 其实他们觉得这个病毒起源 其实已经事到如今已经不可追溯 其实早在去年年初的时候 这个病毒刚刚爆发的时候 其实在互联网上 就已经有大量流传着一些 就是病毒谱系的溯源 通过这个病毒的这个糖蛋白的结构 和基因的这些片段的 这些遗传的继承关系 它能够绘制出一个这个病毒变异的 一个演化的谱系图 从这个谱系图当中 其实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证据 证明了这个病毒的来源 因为这个病毒的最初的 那个谱系图的那个最初的 那个被植入的那个基因 那个片段 其实第一 它本身有很大的 人为修改的痕迹 第二个 这一片段 其实就是过往在病毒增效实验当中 比较常见的一个片段 那么具体就可以去参考 我之前有一期节目当中 有推荐过有一位美国的高级病毒学专家 所写的一篇文章 但是很遗憾 这么好的这么好的一篇文章 它没有被任何的学术期刊所转载 尽管它在同行评议期间 它已经向大部分的科学家发送了邮件 争取他们的认同 但是整一个科学界都对此置之不理 那么这个当中 当然也要拜那27位连署的病毒学专家所赐 因此这场事件 可以说是本世纪最大的一次学术丑闻 是一个未经证实的政治正确的观点 也就是说到底谁是阴谋论 什么不是阴谋论 大部分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就先入为主的 用自己的在学术界的声望 为一场真正的阴谋背数 最后导致病毒溯源研究 在这大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之内 毫无进展 可以说进展几乎为零 这个可以说是 这个病毒学界的一个耻辱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Wolf Media的节目 感谢大家收看Wolf Media的节目